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要介绍的这款游戏 其实对我而言是很熟悉 但却不曾玩过的游戏 幻塔 该游戏是由中国的完美世界旗下 苏州幻塔的工作室所开发 前身为黑金工作室 原属于另一间蝸牛游戏旗下 在2018年时被完美收购后 成立了现在的工作室 而本次由完美的在台子公司 《爱玩天地代理》 游戏于去年12月16日于中国正式上线 当时出了很多迷之bug跟黑红策略 如今也走了将近半年的路 但bug、外挂、优化的问题依旧 虽然在上个月释出2.0的大版本更新 但人气跟热度也始终无明显起色 营收的表现仍在不断下滑 是否能逆转口碑就待未来的发展了 去年我在B站的时候 就很常看到这游戏的相关影片 但实在是兴趣不大 始终没有去玩过 直到参加了台版的内测 才正式插上这颗艾达星 该被搬运的攻略跟玩法都差不多了 这次就以别的角度来讨论这款游戏 你认为幻塔是款什么样的游戏? 又或者说你想在这游戏中体验到什么内容? 是类似原神有广大的剧情加冒险探索 能打发版本的长草棋? 又或者是战双崩坏山这类 享受连招的快乐? 还是单纯就是玩? 而我们看官方的定义 动作冒险 MMORPG 是的 这款游戏的本质是款MMORPG 即便它最初是以对标原神来称热度 但实际上并无任何关系 而当时中国部分的玩家 也是因为官方以这点做宣传 但打开游戏后看到实际的核心玩法 跟想象落差太大 引起失望跟各种怒喷 所以玩之前请务必先明确这点 避免不必要的期待 否则你想在幻塔里寻找七天神像 就跟去美而眉点永和豆浆一样困难 但在游玩中 你还是能找到很多相似的元素 不过强行的缝合只会凸显内在的空洞 而且剧情方面的刻画实在不太吸引人 但不同类型的游戏 确实不该放在一起比较 那以动作类型来做比较的话 只能说是各种一言难尽 在打击感跟反馈上并没有太好的表现 招式看似华丽 但实际上却显得有些空洞乏力 以及会有一些不必要的前后摇 影响操作手感 不过角色可以二段跳跃 跟空中冲刺 倒是让我有种重温洛克人的感觉 建模表现方面算一般 初期的捏脸自由度并不高 你也可以使用武器自带的泥泰效果 服装设计上会有种韩国网游的味道 但对比开服及死去的诺雅之星 确实好上不少 真的是衬托全靠同行 而相比近期各种MMO手游的 一键放置无脑碾压挂到官服 这次走回以前传统MMO的玩法 也是完美这间公司一直以来擅长的领域 过往也都是开发这类游戏 而既然回归到非放置MMO上 虽然在前期的教学中并不会特别强调 但游戏中很多的副本都是需要组队的 对输出、弹、辅助的职业定位以及打法会比较要求 玩过这类MMO的应该就知道 懂团队意识跟无脑乱打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而这些功能都对应到游戏中的武器上 玩家最基本需要三把武器 每把武器各需要四个抑制 也是这游戏主要的课经点 需要不断的身心培养来提升强度 游戏中也有衡量战力的机制跟排行 随着后期副本的强度调整拔高 尤其官方为了拉高KPI 不断增加的课经要素 平民的压力会越来越重 如果玫瑰化就手痒乱抽的话 除非你的口袋够深 不然真的会玩得很刮痧 然后大妈一生、糞game退坑 如果你有考虑入坑并长线经营的话 请务必先去看入版近期的攻略分析 加上后期有各种强力限定SSR 不断被刺老SSR 提前做好规划 你才能玩得长久 我这几天其实玩得比较随意 主要就是看看风景跟探索遗迹 但始终对这游戏拦不起兴趣 结论 所以你适不适合踏上这颗星球 首先 你不能是放置类的上瘾者 如果你习惯自动巡入跟一键auto的话 玩起来肯定会觉得吃不消 再来 每天能支配的自由时间比较多 也注重游戏内的社交的话 再尝试入坑 游戏内的干度并不低 除去固定的探索要素 无课跟维课每天要干的项目并不少 而这类M&O的好友留存率 一般很低 尤其没有好的大佬跟工会一起奋斗的话 这次说再见 可能就是永远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